欢迎来到小九聊剧,小九最近在追雨奉行,所以带来番外剧第一集,行指复活醒来当天,神力迫不及待要跟他同床睡,死的这一年里,行指很是不瞑目,神力怎么办,他那般不会照顾自己,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该怎么活下去,还有,他万一生气了去找了别人的话又怎么办? 大概,所有的神灵们都感受到了行指的这种情绪,于是,他们采集所有神的最后之力让行指复活过来,因为他在雪祭殿待了整整一年,所以他看起来浑身都是白霜,毫无血色,于是被人们称之为血妖,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向避仓王府,当神力从背后抱住他的那一刻,行指才有了自己终于活过来的感觉,转身,看见神力泪流满面, 神力那种惊喜到不敢相信的样子,让行指想起当日神力消失于北海的日子,那时候,他整个人都发狂了,失而复得后,他觉得神力救了自己一命,当时他的心情大概就是神力如今的心情吧, 看他变成如行云一般,虚弱不堪的样子,神力一把将他抱起,一步一步走向避仓王府,看热闹的人散去,肉压却被惊得不轻,王爷,你,他刚想说点什么,就看见神力抱着行指走进去自己房间, 而且,王爷看似抱着神军在走路,眼睛却一顺不顺地看着他,而他也正在看着他,这样的眼神直接让肉压近声不说话了,神军回来了,这意味着王爷是不是能活过来了? 于是,肉压吩咐人去做点适合病人吃的餐食,因为神军现在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不吃饭就能活的样子,把行指放在自己他上,神力坐在旁边看着他,好像是做梦,于是,神力掐了自己一下,轻点掐,你还是这般没情没重,不把自己当个女孩子,让我怎么放心? 行指的这句话说得虚弱,行指,既然回来了,本王就再也不让你离开了,他喃喃道,他抓着他的一只手,也因为太用力把他的手指弄到生疼,王爷,能轻点吗? 我手疼,行指看着两只交叠的手说道,神力破涕为笑,你现在又成行云了,日后还希望王爷多加照福,行指若不禁风地说道, 那是自然,本王在此,你怕什么?神力看他虚弱,你是不是累了,你要不要睡会?你饿不饿,我给你弄点吃的 肉鸭,神力真的是恨不得把现在的行指放在心肩肩上,觉得怎么对他好都不过 肉鸭很快端来了青州小菜,这丫头果然靠谱,神力于是就一勺一勺地喂他 我其实可以自己吃,我没那么虚弱 张嘴?好吧 王爷从来都霸气,行指也不是不知道 行指刚醒过来的,确实虚弱 作为上古神的行指,在一年前就死了 现在醒来的人,只是神力的行指 所以,他之前那些让三界阵战的神力都没有了 他现在就是个很普通的仙人 兜兜转转,他们又回到了最初 行指成为跟行云一样的病秧子 当天,虽然灵尊已经听说了行指回来的消息 但灵尊知道,现在的两人不需要自己的打扰 于是,灵尊只是派人送了一些大补的东西过来 至于仙界,仙界的效率自来低 所以,他们听说行指醒来的消息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那时候,神力早已带着行指离开了灵界 当天晚上,神力恨不得自己亲力亲为地给行指沐浴更衣 王爷该不会是要跟我睡一处吧 收拾好之后,行指看着神力说道 不然呢,这是本王的床榻 本王不睡在自己的榻上,难道要睡地上? 行指于是看着王爷吞去外衣 穿着中衣向床榻走了过来 于是,行指莫名响起 很久以前,他是行云的时候 神力被抓去成亲之前 他当时向他走过来 想要给他输送了五百年的修为 那时候,他说神力一副要轻薄他的样子 是啊 他家王爷向来都是如此霸气 他们二人的关系 向来都是王爷为主导 第一次轻薄事 第一次肌肤之亲事 还有现在,也是 第二集,神力又要对行指用墙 速速来围观 行指睡在最外边 神力过来就想要把他挪到里边 行指还以为神大王这是又要轻薄他呢 我习惯睡外边 神力看他一副抗拒的样子 示意他自己往里边一点 我以为,女子一般都睡里边的 这样男子就能保护他 也能让他有安全感 行指没等来自己期待的轻薄 于是躺着没有动 现在你看起来比较需要保护 神力见行指不往里边挪 于是自己干脆动手 把行指挪到后边了 行指真够无奈的 刚醒来的时候 他的确是挺虚弱的 但现在他觉得现在已经缓过来一点 不过,之前在凡间的时候 神力就跟他说过 他们之间是太阳太阴 于是 行指心安理得的用一只手拖着头 看着神力躺到他旁边 你好歹是个姑娘家 我们还未成婚 你这样跟我睡一个床榻 名声不要了 然后就收到神力的一个眼神 于是行指明白了 神力这是在肉麻跟打他之间徘徊 肉麻的话是 他有他就够了 要什么名声 打他是因为 之前他们更亲密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 现在他却说这样的话 之后 神力想要去搂他 行指哭笑不得 王爷 好歹给我一点表现的余地 我也是个男人 于是 神力收回想要搂他的手 并且示意行指可以搂他了 不过 行指并没有去搂他 王爷 我可是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 等日后 等日后 你 神力被他弄到哭笑不得 神力真的不知道 说他点什么好 虽然 他刚失而复得 但行指这人 从来都有让他想要揍他的各种前置 以前 他是神军的时候 神之力那般登峰造极 他在他面前 走不了几个回合 就会被撂倒 但现在 看样子 撂倒谁还不一定呢 王爷 你要对我温柔一点 要怜惜我 就像是有读心术一般 行指见兮兮地说道 你认识 我又不是一天两天 我以为你足够了解我呢 神力定定地看着他 行指 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 感觉身体怎么样 王爷 我才刚醒 你这是 又想要抢我 神力觉得 行指既然能说出这句话 就说明 他现在的身体跟精神 是真的好了 说不定也真的可以抢一下 行指 给你个忠告 神力躺在他身边 既然不抱在一起睡 那手拉着手也不错 于是 食指向扣 面对面躺着 什么 行指问 我劝你 不要这么欠收拾 我会控制不住 想揍人 之前 他是神君的时候 他一方面不接受他的爱 一方面还撩拨他 并且还对他说 他控制不住 行指真的是很欠 那请问王爷 要怎么收拾我 这人真的是 把收拾两个字 说得异常暧昧 让神力听懂了 他是什么个意思 神力没有搭理他 闭上眼睛准备睡觉 但身边睡着个人 这对于神力来说 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这个人 还是行指 神力觉得自己心浮气躁 有点难以入眠 睁开眼睛 发现行指也正睁着眼睛看他 刚刚说着那么欠收拾的话 现在他的眼神 却温柔到能掐出水 神力终于从那双眼睛里看到 行指神君失而复得 像看着珍宝一般的表情了 行指 睡觉 神力往他怀里缩了缩 这次 行指把他抱了个满怀 刚刚跟他那样斗嘴 跟他说那些话 不过是他想证明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已经太久没有 跟他这样说过话了 他真的回来了 他也真的在他身边 上一次这么拥抱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已经太过久远了 久远到他似乎都要忘了 他跟他之间 其实这儿八经的拥抱也很少 行指狠狠地吸了一口 神力发尖的味道 阿里 我回来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不管是神是仙还是妖 都无法把他们分开了 第三至四集 夜晚 神力喜欢在上边 天还未曾彻底亮起来 神力就醒了 他正盯着行指出神呢 发现行指也睁开了眼睛 既然醒了 我们就 行指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以为神力又要说出什么 让他欢喜的话的时候 神力眨眨眼 你感觉怎么样 你要是耐跑能飞 我们去人间吧 你若不能跑 不能飞也没事 我带着你飞 说干就干 王爷一咕噜爬起来 没几分钟 就收拾好了自己 行指看他像一个男人一般 早早洗漱 不失任何粉带 之后一把拽起他 就向人间飞去 行指虽然对神力如此 疯疯活活 搞得有几分无奈 但想想 他们如果留在灵界的话 势必就要应付 很多人很多事 甚至仙界的人 也可能来这里 打扰他们的清静 此刻 他跟神力一个想法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只要有对方就够了 神力来的 是行云之前住过的小院 院子破败不堪 神力用法力凝了一把 看上去就很舒服的躺椅 你先在这躺一会 带我去把房子收拾一番 我跟你一起 也许能帮上什么忙 你真的没事 神力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动手给行指 做了一番检查 在行指看来 神力很像是在他身上摸了一圈 这让行指很是受用 检查一番后 行指看上去是恋恋不舍 还想再来的表情 真没事了 神力看着他比起昨日 的确是神采奕奕的样子 那行 我先把厨房弄好 你去做饭 我去收拾屋子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 行指做的饭了 一起吃饭 一起收拾 一起把所有的一切都归整好 一切就绪 神力依然有种不真实的幸福感 行指 你真的回来了 晚上 两人坐在院子里的看星星 神力喃喃道 嗯 我回来了 可是 我好怕 这是我做的一场梦 我怕我醒来 你又不在了 他扑进他怀中 行指 我好想你 别离开好不好 行指捧着起他的头 定定地看了神力一会 然后低头吻了上去 他的吻就像他本人一样 慢腾腾的 温柔异常 而这种温柔 让神力感受到 行指对他的真实 一个浅浅的吻结束 行指看着他 这样 你是不是就相信我回来了 神力觉得这个 吻一点都不够 不相信 我还想做点其他的 比如说 抢你 行指扑斥一笑 可以 他又是那种笑容 神力不去管他 而是以自己为主动 再次吻上行指 这次 神力吻得很急 行指 我好欢喜 他的唇在他的脖梗处 阿里 若论欢喜 他觉得 他才是第一欢喜 相拥而眠 清晨的阳光 洒在神力的脸上 行指的嘴角上翘 一直端向着神力 他的脖梗处 有他昨晚留下的痕迹 他的顺容舒展 像是在做什么甜梦 他本来想着起来 给他做饭吃 但他才刚要动 怀里的人 就很是不高兴地皱眉 拽着他的胳膊 不让他走 左右着温柔 像让行指沉迷 吃饭什么的 一点都不重要 于是 行指看着他 像是怎么也看不够的样子 看着看着 行指就觉得 他的唇看上去很甜 鬼使神差的 他去吻他 神力就是在这样一个甜吻中醒来的 碧沧王真是绝了 他一秒就回过神 拉住行指要下床的动作 行指 碧沧王很少有这样软糯的时候 于是行指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表现一下 至于怎么表现这件事 就只需要跟着心意 跟当时的情境走就可以了 行指 你又这样了 两人都没有穿衣 挨得那般劲 他的身体有个什么情况 他一瞬间就能感觉到 他之所以这样 是刚刚那个吻 永永远远 日上三竿的时候 行指终于停了下来 饿不饿 行指拨开他的一点 已经有些湿的头发 你休息一下 我去做饭 你不累的吗 神力的喘息 还没有平静下来 他刚刚归来不过两日 就跟他这般折腾 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啊 无事 王爷放心好了 他亲了亲他的嘴角 下床去做饭去了 第五集 行指的万年童子身 对神力奶大补 行指做饭的时候 神力就在边上看着他 碧仓王腰杆挺直 抱着碧 好在目光是温柔的 行指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就让他想起 那次在雪山神力提上裙子 就不认人不负责的情况 结合那次神力跟他那时之后 功力全开 行指甚至都有些怀疑 神力那次为的是采阳补音 为了他这万年童子身来的 事实证明 当时神明的身子 对神力约门是大补 行指再次看了他一眼 在心里想到 这一次他该是会负责的吧 毕竟 他现在看上去 又像是一个病秧子了 而且这一次 他已经不再是神明 不用再背负那么多了 神力想起的画面也差不多 他想起的是 上次行指把他囚禁起来的情形 在雪山上 他失控要他的时候 他可没有想过 行指还会有这样的一面 不过 此时的行指看上去 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来囚禁他了 如果他喜欢玩这游戏的话 他倒是不介意囚禁他一下 行指啊行指 你也有今天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想什么好事情 神力觉得 行指向来好似有毒心术一般 总是能够看透他心中所想 果然啊 在他面前他还是太嫩了 毕竟 行指活得年岁那么长 不过这话神力不敢说 毕竟行指上次就说过自己很介意 你是神明的时候 是不用吃饭的吧 所以你的厨艺 是你做行云的时候学的 神力打岔道 嗯 行指继续做饭 食材在他手中就像是艺术品一般 神力想起那个认真做凡人 认真做渔夫的行指 这人总是这般 不管身在哪里 都如此闲适淡定 大概是在踏上折腾酒的缘故 也大概是行指的厨艺 在神力这里从来都是一绝 神力胃口大开 吃得异常欢腾 你急什么 行指戳了一下他的筷子 好吃 我要多吃点 神力嘴里都是食物 说得含糊不清 这让行指有些无奈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所以你不用急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做 有些话 行指没敢说出口 他看见他这般急躁 就好像下次再也吃不到一样 他再也不想 过没有他的日子了 想起那些失去他的日子 他的心是真痛啊 阿里 神力吃饭吃得好好的 行指叫他的名字 却带着三分腻歪 七分撒娇那意思 于是 他吃饭的动作慢下来看向他 行指还是之前的样子 不过又好似不一样了 你这样 好似一个小媳妇 神力点评道 行指听完这话之后 却没有身边 看起来 却是欣然同意的意思 他是真没想到 行指还有这样的一面 神力扑吃一下就笑了 想做什么 吃完饭后 行指问神力 什么也不想做 神力摇头 这几天 不管是天塌地线 他都只想要跟他这样待着 什么都不做 哪怕就只是看着彼此 就只是跟他晒晒太阳 吹吹风 自爱上他之后 避仓王神力 就一直想要过这样的日子 但从来没有实现过 你想做什么 神力问 我 我就想看着你 别让你跑了 行指笑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跑 你说呢 行指反问 神力之前喊着 咱俩打一架的情况 可是历历在目 原来 上古神君 也会没有安全感 其一 我不是上古神了 其二 在你面前 我从来都很怕 怕他会不得以牺牲自己 怕他总是冲在前方 怕他们又来不及 好好看看彼此 我放心吧 以后 我们再不分开 看他一副小媳妇的模样 神力不介意哄哄他 好 第六集 这一次 行指接吻的时候张嘴了 神力魂都没了 走吧 在院子逗留片刻后 他向他招招手 行指总是如此 他从来都一种奇异的笃定 他招手 他就真的会向他走去 去哪里 去买葡萄藤 我用法利明一个 自己亲手种 接出的果子才更甜 行吧 行指他从来都是有理的 话又说回来 长日漫漫 两人总是要做点什么的 行指带着神力 慢慢悠悠地逛了一遍即逝 之后才千挑万选 好不容易选好了葡萄藤 神力觉得 真也是奇了 半日下来 他竟然觉得 这样慢吞吞的 也没什么不好 回去后 两人开始 种葡萄藤 神力自然是没有 做过这种事的 而行指却很是在行 神力在一旁看着行指 行指 不管是做什么 都有种让人看得很入神的认真感 他做饭的时候是 现在种葡萄藤的时候 毅然 看着他种好葡萄藤之后 又把葡萄架收拾一新 神力就像是已经看到 葡萄结出果子的样子 他也看到行指把一颗葡萄 放入他的口中的样子 曾经以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在现在这一刻都有了具象 当日 神力在天外天的时候 他是那般恨天道 那时 他觉得自己活了千年 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 那人却是不能亵渎的神明 而天道对神明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清夜不过是违逆了一下天道 就一直轮回在跟爱人的失散中 还有行指 行指不过是想要爱他 想要留住避仓王 却也触犯了天道 好在 现在没有什么上古神了 再也没有了 神力的那些怨恨也一扫而空 走吧 去晒太阳 行指把手洗干净 拉起神力的手 神力跟他一起坐在躺椅上 躺椅被行指改良了一下 成为适合两个人坐躺的样子 神力正好可以依偎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看着蓝天白云 神力枕着行指的手臂 行指的手无意识地握着神力的肩膀 阳光洒在两人身上 行指变了一把伞出来 把两人的脸遮住 你这是怕我晒黑吗 神力问道 嗯 也怕自己晒黑 行指说道 他这样说的话 神力就想起了 当日他在东海边上 把自己变成有黑色渔夫的样子 没事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在神力心里 你都是那个好看到发光的神君 这下 轮到行指凌乱了 其实 行指刚刚内心想的是 自己活了那么大年岁了 如今也没有神明的身份护体 万一以后 他比神力老得太快的话怎么办 晒太阳是好 但晒多了 会加速变老变黑也是真的 神力的这句话 就像是知道 行指在想什么一样 那你说 我会变成什么样 行指问道 你会变成一个老头子 神力还是想象不出 堂堂行指变成老头子的样子 不过戏弄一下行指 也还是不错的 变坏了 行指叹道 神力用手指轻轻在 行指喉结上碰了碰 行指眼皮下翻 看见神力的眼睫毛好长 眼珠黑黑的 还有他的唇 如樱桃熟透时的颜色 引人遐想 行指甚至记起 他们之前好几次亲吻 都是他主动的 他甚至好几次 连嘴都不张 导致那些所谓的吻 一点都不像是吻 想到这些 行指去抬起他的下巴 轻轻地吻了上去 这个吻 行指不但张嘴了 而且神力还感觉到 行指的这个吻 甚至打破他慢悠悠的特性 显得有些急 不过 对于神力来说 只要那人是行指 只要他凑上来 他就会直接沉醉 他是行指啊 是要么不爱 爱上了就用命护着他的行指啊 是被老丈人揍一顿之后 依然跟他开玩笑的行指啊 是满心满眼都是 他的行指啊 第七集 行指被神力质疑不行 行指于是有了某个想法 对于芙蓉君来说 他最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些玄幻 而玄幻的最开始 就是因为他跟神力的定亲 发生了那么多事之后 芙蓉君最后才明白 神力那样的女子 是他高攀了 神君是去之前说 芙蓉君可大成 这些日子以来 芙蓉君自己都觉得 他真的跟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的芙蓉君 就只想做一个废材 但现在 仙界的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芙蓉君越来越靠谱 他在天君的众多孙子中 脱颖而出 慢慢成为最耀眼的一个 原来 芙蓉君跟神力行指 纠葛那么久之后 就越来越像他们俩了 有时候 芙蓉君也会那么一瞬间觉得 自己没有取神力亏大了 但也就是一瞬 行指神君复活之后 仙界好几次去请神君回来 仙界主持大局 但神君似乎谁都不见 其实 说白了 如今三界太平 别说是仙界了 就算是灵界 也没什么大局需要主持 所以 神君回不回来 倒也真没什么所谓 行指种的葡萄藤 已经结上了果子 但等成熟 还需要一些时日 好在 如今的行指跟神力 时间多的是 不用背负 三界和平的责任 如今的行指跟神力 在认真坐着凡间的一对 普通夫妻 神力在盯着一个地点发呆 看什么呢 行指走过来问神力 没什么 我在想 当日你那个阵法 神力瞥了行指一眼 说说吧 你当时 为什么要把我捡回来 说起来 他们二人 还从未谈起过 之前神力变成 咯咯哒 被行指带回来的 那段时日 就是看你是一只 了不得的鸡 自然就捡回来了 你当时看出我的身份了 那倒没有 哦 那你用阵法困住我 真的是因为 男女有别 行指不说话 他在思考当时的心境 其实 不管是做神仙 还是做凡人 行指 做得都够无趣的 所以 当日看见神力这只 神器的肉鸡之后 觉得万分有趣 如果让他变回人形 他一定会马上离开 行指不想过 无趣的生活 所以他才专门困住他 自然是 是因为我当时 就喜欢你了 神力觉得 此人没个正形 满嘴假话 你 喜欢一只眉毛的凤凰 不管怎样 这个答案 也算是取悦了神力 你是不知道 你当时有多神气 虽眉毛 但拽得很 你 神力被气到 不知道说什么好 行指 你当时把我 指给芙蓉君的时候 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把你指给芙蓉君 你就不会逃婚 你不会逃婚 你我就不会相遇 行指又在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 你就老实说吧 你是不是连我俩 谁是男 谁是女都没有分清 然后就来这么一出 好吧 又被神力看穿了 我怎么会知道 灵界的王爷 会是个女子 你就连名字 都不像是女的 还有那芙蓉君 名字一听 就是个姑娘 果然啊 果然 神力扑斥一笑 行指指婚的时候 大手一挥 随手一指 却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困扰 不过 行指说的也对 如果他不逃婚 他们就不会相遇 如果没有凡间那段日子 作为神君的行指 大概在知道 神力是痴妹之女之后 会第一时间把他除掉吧 这样就不会有他们后边的故事了 说起来 也算是歪打正着 所以 我离开凡间的那三十年 你是想着我过完的 嗯 我本来可以有破天的富贵 本来可以娶妻生子 奈何见了王爷之后 天下女子皆失色 行指就是有如此能力 他虽说的是情话 却莫名 让神力很想揍他 神力别过眼 看见行云小院的小池子 说起来 行指此人的坏心眼 从他们最开始相遇 就一直在 在这池子里洗澡 可就是行指送给神力的第一份见面里 怎么 想洗澡啊 行指看他盯着池子 也想起当日的情形 要不是 看你身体不行的份上 我就以牙还牙 把你也扔这池子里洗个澡 我行不行 你不知道吗 我应该不用 hinter你了吗